今天第五天 最後一天 我們去吃個Pancake吧 Let's go 來吃一家A Happy Pancake 幸福鬆餅 你說剛開的時候要排很久 它叫做幸福的Pancake 幸福 吃完就很幸福 所以我這邊建議吃什麼 它的Pancake 舒服勒 舒服勒 吃的就很舒服喔 也有鹹的啦 就是早餐的感覺 甜 吃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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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歡迎歡迎歡迎的 馬上吃一個 馬上吃一個 這應該更好吃 更綿 超綿的 南瓜排那麼久 台灣有嗎 台灣開一家可能要排一天吧 這個應該更好吃 這個應該更好吃 我吃到後就沒吃 好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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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喔 很綿耶 那我很久沒吃 這個很綿 很綿 而且它的味道比較好 入口計畫 這個很舒服勒 出完就會很舒服喔 這誰發明的 太變態了 大阪的旅程 來了一個 HAPPY的 HAPPY ENDING HAPPY ENDING 好吃的PANCAKE 好了我們要去搬行李了 我們在等12點40的公車 我們看一下我們有什麼東西 有這麼多東西 嗯 那個水波爐 這個要是空港BUS 一點的車子 對 不能預約 你就是先到先買票盤 你千萬不要等到最後一班才來 你要先過來排隊 要抓一個小時喔 超多人的 現在超多人 等好久 對啊 好 我們要去 check-in了 好啦 就是你要拿你的二維碼然後去掃 拿到之後呢 給我 再去去行李 煩死了 好啦 我們進來樂討了 他在那個Terminal2呢 他在樂討外面呢 他貼一張就是 如果你今天搭機來到日本的話 他的那個登機口已經換到Terminal1 就是第一航廈 那我們到的時候呢 整個航廈都沒有人 那就覺得說 是不是全部樂討搬到第一航廈去了 所以我們就坐車 坐到第一航廈 然後這邊等的時候再發現說 原來他還是在第二航廈的航廈 我們就坐回來 所以這樣往返呢 大概一個小時 所以還好呢 我們今天有提早到機場 否則的話呢 時間做得太剛好的話 我們可能就來不及登機 那剛剛呢 行李出問題 原因是因為我上次在 那個桃園機場呢 就是跟大家說那一瓶酒精呢 就在噴那個酒精 酒精罐呢 就是被海關收走了 當然呢 我們都會帶這一種所謂的酒精品呢 是沒問題的 所以好酒精 好啦 所以說呢 並不是說每一家公司的規矩都一樣 那這一次呢 兩個人各加了一件行李 然後公斤數呢 加到十十公斤 所以剛剛買的那個水波爐呢 是二十八公斤 然後再加其他有的沒有的 剛好不用多付錢 行李的話呢 就是七公斤 所以把東西把它吃一吃 所以我們待會兒就去逛 這樣很多店都沒開啊 然後他的免稅商店 有販賣機啦 看一下販賣機 大概這樣子而已 好啦,我們要去坐飛機了 好,我們回到了台灣 桃園外面下大雨 下雨了 下大雨了 路徑的話呢 還是會發這個綠色的檢疫卡 日本回來就是拿綠色就可以了 好,就過關吧 說好聊得完 這邊現在就是自己拿一盒啦 沒有人發給你就自己拿一盒 我們在等我們的小推車 小推車 OK,隨便講一下 如果你買那種像那個水波爐這種大型行李的話呢 我會建議你就坐公車 因為高鐵的話 基本上呢 你也很難從機場呢 搬到捷運再坐到台南 所以呢,坐公車的話 你的那個大街行李呢 要補票 210塊到台南 OK啦 那我們就坐公車回台南 謝謝 謝謝